作词 李宗盛 爱 让我受伤 心 为心天亮 心 穿透月夜 天 迎来光芒 梦 不曾迷失 痛 不再漫长 路上 想念陪伴着遗忘 路上 脚步连接着万象 路上 滚滚流淌时光 路上 分开后退遍忘 岁月没有尽头 只有生命滑落 滑翔 风 带我飞翔 雨 淋湿石膀 爱 让我受伤 心 为心天亮 岁月 淋湿石膀 岚队 这么说 这个叫傅飞的是我们破案的关键人物 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对案件的这一场 老大 要不我现在去查一下这个刘仲德 要不我现在去查一下这个刘仲德 喂 知道了 老大 什么情况 傅飞出现了 现在这样 我们分手情况 我和小雨去找那个刘仲德 你们两个去和非家吧 你们两个去和非家吧 你好 你好 请问你们老板刘仲德在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他的朋友 朋友 对 麻烦你帮我们找一下 有点 站住 小雨 站住 回来 快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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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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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小雨 你怎么了 喂 我是药厂居 马上叫了救火车过来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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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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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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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那么多干嘛 赶紧盯着吧 喂 姚队啊 什么 啊 啊 好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小语受伤了 受伤了 小韩 你在这儿订好付贝 明白 别死了啊 我刚才说的你们听明白了吗 我就说嘛 可爱你今天高穴的怪怪的 帅哥 你就说该怎么办吧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安排高穴子去厂子里取过他 三天的意思很清楚 如果高穴子起了反心 他一定会拿钱走人 今天我和弟兄们谈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一起出生路死的 弟兄们可别说我没给高穴子机会 如果高穴子真的拿钱走人 那就别怪我夜三天心很熟了 我就说这个高穴子 三万里死女人生 你收起去行不行 进 穴子哥 那两个厂子把钱送来了 放着 出去吧 三个我一旦知道刘梅的消息 咱们又都跟他去拼命知道吗 接下来的后果我不用说你都应该清楚 冬斗西藏的热的你还没过过吗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别怪我 我高穴子犯什么错了的 我不是为大家好吗 要不是我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分上 我现在就可以打死你 绝对错了 哥 绝对错了 刘东哥 自己说说吧 我有罪 我不该拿刀统领啊 为什么当时在现场要反抗 我紧张我害怕呀 我以为你们是来向我讨债的 他们说要卸我一条腿呢 昨天你在干什么 昨天 没干什么 我在打麻将 打麻将 你开着车去打麻将吗 你昨天开车去哪里了 开车 你别开玩笑了 我压根就不会开车 你不会开车 那么五个七的牌照是谁的 你不会开车买车来是吗 你说那个车牌啊 那个是我帮朋友办的 我告诉你们 现在啊 你买个车牌放在那儿 过几年啊 就可以拍卖 那比黄金都值钱 你问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叫高崔子 他的真名叫什么 叫高雄 我现在让你看几张照片 如果他在里面的话 你把他指认出来 不是他 不是他 这也不是 对 就是他 他在南城开了一家酒吧 很难约 在里面的封卖 那就是 他身边有什么 我真的不是 diferent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位警官 今天这是什么意思啊 来 跟你说个事 兄弟有事直说 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再仔细看看 说实话我真不认识 你确定 确定 确定 你说我骗你干吗 确定 确实兄弟回来了 饭我都做好了 你看 嫂子专门为你做的鱼可香了 快来 大家吃饭吧 你们倒酒啊 学的兄弟 喝酒 嫂子 你不是从来都不穿黑丝袜吗 不过 我觉得你穿衣服还挺好看的 是吧 胡子 对 三哥 我高穴子从来没有喝过茅台酒 这酒 我一定喝 你从来也有汽水 还可以吃饭了 我可以吃饭了 你为了有汽水 我可以吃饭了 我可以吃饭了 你为了我们怎么吃饭了 你为了什么的 来 咱们兄弟喝 喝杯酒 走了 刘哥 你陪兄弟喝杯酒 来 兄弟 刘哥陪你喝这杯酒 嫂子 嫂子 我高学了 就你一杯 感谢你为兄弟 做了这条鱼 刘哥 让我操作 你哥哥 喝了这杯酒吗 我 你爸爸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罗夫贵肯定有问题 这样吧 你们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天一飞 咱们沙太一回往下 侯小雨回来 三龙 靴子的后事怎么办呀 选择好棺材 找个风水好的地方 买了吧 喂 喂 喂 知道了 酒吧的事交给你了 小心点啊 三哥 什么情况 警察已经追到酒吧了 那我们怎么办 先把瘸子的事办好 快去 快去 哎呦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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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客 稀客 来这么早啊 要不先喝一杯 领导 这什么意思 兄弟经营的是正当场所 把这里都查一遍 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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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伏贵 来 你仔细看一下 照片上这几个人你认识吗 这都是谁 领导 我不认识 这些人是谁你心里很清楚 高雄一伙人长期待在你的酒吧里 你作为经理要说不认识他们 你就是在撒谎 他们都是粤语杀人犯 认不认识 哦 我认识 保安 是我们厂子的保安 领导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是粤语杀人犯吗 你想想 我怎么会把你收砸自己脚呢 我当初这好心好意地收留他们 我 我真没想到啊 领导 哎呀 我冤死了 我 我 哎呀 你直接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哪里 我 我好几天别当了 他们是保安 说走就走 他们有别的住处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高雄有辆车 车牌号是顺A五个七 除此以外他们还有别的车吗 他们还有车 这 我真不知道 欧贵 仔细地再想一想 好的 不相声 嫂兑 没查到什么 不管 罗佛桂 别人说 我没提醒你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知情不报 或者有所隐瞒 你犯的就是包闭罪 吸血领导提醒 吸血领导提醒 只要他们来岛上出现 我立马给你打电话 放心 放心 领导 慢走 领导 我感觉警察离我们越来越远 师哥 怎么办呀 回出租房 回出租房 三哥 警察已经查到了酒吧 那个罗福贵知道咱们出租房的地方 咱们现在回去 岂不是等着警察抓咱们的 罗福贵没得跟咱俩出卖我们 那行 三哥 听你的 你知道怎么办 三天 你们还是得住在我这 我这最安全 你别管了 我们回出租房还拿点东西 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再跟你联系 老大 福贵下面怎么办 刘队 我觉得梅姐的事情不能再发生第二次了 干脆我们把费关起来算了 如果叶三天一伙真的丧心病狂 跟我们拼了一丝往后的话 那福贵的命不能一般送 现在这个时候 就看谁忍不住 如果我们忍不住 我们就有机会了 那要是他们也忍着 必须会动手呢 那至少福贵是安全的 如果他们忍不住动手呢 在福贵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 我在福贵家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 只要他们敢出现 就不怕抓不到他 老虎 福贵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三哥 福贵家的地址呢 答案清楚了 放心吧 这样 我们明天去一趟付费家 三哥 你要听老六的 明天不能去付费家 什么意思 警察肯定在付费家设局 明天去 太危险了 老六 就是警察设局我也得去 因为我答应过我们妹妹 三哥 你妹妹就是我妹妹 妹妹的仇咱们一定要报 但是现在去 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要不这样 三哥 明天呢 我到付费家附近探探风 看看有什么情况 三哥 你要不放心的话 明天我陪妈回去自己 那好吧 你们俩明天去 小心点 有什么情况 马上给我打电话 好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有什么事 最后有的事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有什么事 我去哪里 没什么事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面呢 我只是想给我妹妹办点事 妹妹 什么妹妹 你到底有多少个妹妹啊 我算你什么 喂 喂 喂 杨萱 聊聊呗 聊呗 我看你最近秦也不谈了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要不你别上班了 你要赶我走啊 你也不要我了 秦阳跟我说他刚好要回趟法国 想带你去散散心呢 他跟你说的 我不想去 你是生秦阳的气了吗 他不敢直接跟你说 是因为他知道你心情不好 怕打扰你 喂 苏姐 喂 喂 雅萱啊 你在哪儿啊 我在店里啊 我过去找你吧 好 那我在店里等你 雅萱 是你那个苏姐啊 我觉得她和你那个叶大哥 有点儿像 都神神秘秘的 他都没有了 他会送你 他在那个里面 他就会采赴 他在哪儿 被启车 你怎么办 就是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人好像含六强 应该是 喂 什么 好 马上过去 老板 还有条出现了 在那里 去了夫妃家 舅 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 买点东西 去了 柳哥 小梅 你怎么看这儿 这有舅舅家呀 赶紧进来坐 走 小梅 这谁啊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的六哥 哦 坐 哦 坐吧 你叫福飞 哦 什么 什么意思 六哥 你这干什么 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叶紫云的人 叶紫云 老实点 你 我说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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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儿向来利索 嘿嘿 眼点 闭菜 是谁 指使你卖的他 没有人指使我卖的 我告诉你 我来 就是来杀你的 六哥 哥 真没人指使我呀 你不说实话 我告诉你 不仅我要杀你 还有很多人都要杀你 你知道吗 大哥 你 你到底什么人哪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得告诉我是谁指使 也许我可以不杀你 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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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人在上面 先敲 喂 六哥 警察上去了 快跑 胡子 你听听了 卖三哥妹妹的人 是苏丹红 什么 胡子 回去把这事跟三哥说吧 六哥我现在不要听那么多 你快跑 六哥快跑 小姐 三哥 六哥 三哥 三哥 是人只有lais 五 Jonathan ksen 九 沒了, 去開門 別動… 別動… 遠循, 聽你這麼一說 你是真的決定去法國了 其實我也還沒想好呢 蘇檢有件事, 不知道該問不該問 有什麼該不該問的, 你問吧 你認識一個叫夜三天的人嗎 你怎麼突然問這個啊 你認識他 不認識, 聽一個朋友說的 知道他一些事 什麼事啊 他現在怎麼樣了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聽朋友說 夜三天會經常來這個咖啡廳 我以為你和他認識 我也很久沒見過他了 雅萱 其實你去法國挺好的 在那邊, 你可以和晴陽看看風景 散散心 挺好的 我在法國那有一些朋友 如果有需要, 你隨時給我打電話 賦菲, 賀老六歸案 天網恢恢, 殊而無漏 案情大白於天下的那一刻 就要到了 賦菲, 從頭到尾幹了些什麼 你自己最清楚 現在老老實實地說一說吧 我沒什麼好說的 你敢再說一遍你沒什麼好說的嗎 我真沒什麼好說的 販賣葉子雲沒冤枉你嗎 葉子雲 你說說你的上家是誰 我沒什麼上家 你沒什麼上家 傅菲, 你相不相信我現在把你放出去 你馬上會死 和你那個梅姐一樣 梅姐死了 劉梅是被奸殺的 呦, 梅姐來了 下家找好了 我沒姐辦事, 向來理所 點點 我就知道她是閻子龍身邊的女人 具體叫什麼我不知道 你好好想想她叫什麼 你去問韓老六 她知道, 她肯定知道 怎麼說啊 傅菲也被警察帶毒了 嗯 是死了 森哥 其實我知道 是誰拐贖了你妹妹 誰 森哥 這話我沒法說 你說 是誰 森哥 我 我說不出口 到底是誰 說 說 說呀, 兄弟 是紅姐 哪個紅姐 蘇丹紅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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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蘇丹紅三哥 老六被抓了 是我, 聽說告訴我的 你相信我三哥 這地方不能帶了 走 好 韓六祥, 夢找哪個受害人了 那麼就跟我們說一說吧 為什麼, 為什麼要去找父妃 韓六祥, 其實我們對你非常了解 因為嚴重傷害而再逃, 成了網上再逃犯 而且最近 參與了一夜三天為首的強姦系列殺人案 這些你不會這麼早就忘記吧 韓六祥, 我告訴你 只要你和我們喜歡合作 說出夜三天的下落 你就是, 立功贖罪 韓六祥 你待會兒 你一定會想讓床 嘴巴 太誇張了 偶封 跟床 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